大家好,上节课我们学画了芭蕉叶子 今天我们用芭蕉叶 还有我们上上节课学的麻雀 给它组合到一个画面上 好,首先我们用淡末 很淡的末 把芭蕉的主叶金先画出来 先看,从这儿我们准备 从这儿画了大叶子 然后画了两个叶子 然后这边有两个小麻雀 这边画一个叶子 然后先把这个芭蕉叶给它画出来 蘸水 调淡末 然后比姜上蘸一点中等末色 好 还是从这边离我们近的这点画起 把这边也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蘸点末 蘸点水 蘸点水 把这块 再蘸水 再蘸水 新笔的时候要慢一点 慢一点 好 这边来已经画 这边来画稍微宽一点 这边来画的稍微窄一点 窄一点 接着往上画 画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往上画 因为我们这边在空着 画两个小麻雀 接下来我们把第二片叶子画出来 第二片叶子在这儿后面 它俩要有区别 两片叶子我们讲了 要有区别 避免平行 避免大小 要注意大小比例 淡一点 很淡的末 很淡的末 然后呢 我们不用勾它这个 竹筋了 我们就大概 就给它那个 给它个意思就行了 在后面藏着了 在后面藏着了 好 现在来把这筋勾一下 椰筋 叶筋勾一下 我们注意 不要太多水 勾叶筋要 勾叶筋像鞋子一样 像鞋子一样 液筋的时候 要像写那个 写那个字 好 那么再把这边液筋勾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勾后面的液筋的时候 一定要淡淡的末 淡淡的末 不能太重了 就淡末 用中锋勾 中锋勾 要淡一点 后面的这个也是 好了 我们这个就够好了 够好以后呢 我们下面呢 把小麻雀画到这儿 把小麻雀画到这儿 首先呢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 画麻雀的正面的麻雀 我们交过啊 先画它的腹部 正面的小麻雀 我们都教过 先把它的腹部画出来